機車廳等驅舟兩名騎士緩緩起步 騎到路口中央 左方一輛機車高速衝過來 他們根本來不及反應 全部撞成一團 其中一名騎士連人帶車被撞飛 這起事故發生在桃園八德 15號晚上接近8點時 一名21歲謝忻外籍男子 明明沒有駕照 卻騎車載同學 行經介受了與新封路口 搶快闖紅燈連撞兩輛機車 警方調查照射應寧及男子 是台南一所高中的尖叫聲 當天去八德區的診所看診 正準備回到大溪宿舍 在路口闖紅燈發生事故 這一狀導致四人送醫 除了照射駕駛及乘客受傷之外 其中還有一對母子 正準備要去配鑰匙 就遇上事故 唯獨男童沒有受傷 立民賴姓女騎士當時正要回家 無端早撞 傷勢嚴重 當場失去生命跡象 救護人員急忙趕到現場 要把傷者緊急送往醫院 急救中一度恢復呼吸心跳 但人於二十三十四十一分 宣告不治 當事人經九測值均為0 雖然騎士九測值都是0 但他貪快本身還無照上路 經過路口闖紅燈 導致無辜用物人命葬輪下 一別新外調都是 桃園採訪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